白便小厨房不发好时光 大家好,这里是白便小厨房 八角放白醋里面泡一泡 没想到作用这么厉害 好多人都还不知道 赶快学起来 说到八角,人人都不陌生 它是一种调味品 气味也比较香 一般主要用来当调料使用 尤其是我们在烹饪大菜的时候 就会用到 比如在红烧肉 或者是炖肉的时候 放一点八角下去 既可以去除异味 又可以增香 是我们厨房中 必不可少的一种调味品 其实八角不仅可以用来 当调料使用 还有很多其他的作用哦 而白醋呢 也是我们厨房里面 特别常见的一种调味品 基本上每个家庭里面都会有 像平时我们在腌制萝卜的时候 也会用到白醋 白醋腌制出来的萝卜 颜色白白亮亮的 非常的清脆可口 那么八角搭配白醋 究竟有什么用途呢 相信每个家庭都会用得到哦 一起跟着视频往下看吧 首先准备一只小碗 里面放入一把八角 装八角的这只碗 一定要干净 无水无油哦 接着往里面倒入适量的白醋 醋的量不能太多 也不能太少 刚好能把八角完全浸泡起来就可以 接着在碗的上面包上一个保鲜膜 包上保鲜膜后 我们用手把保鲜膜扯直扯平 不要让它表面有折皱 让整张保鲜膜处于紧绷的状态 接着用牙签在保鲜膜上面插上小孔 我们再插小孔的时候 距离要远一点 不要太密集 要保证整个保鲜膜都处于一个 比较通风透气的状态 这样可以保证里面的气体可以散发出来 并且可以保证里面的气体持续性的挥发出来 并不会一下子就完全被挥发掉 第一个作用 首先我们的冰箱 里面什么水果蔬菜剩菜各种食物都有 可以说里面的味道真的是无味杂成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的八角白醋水就派上用场了 我们可以将做好的这个八角白醋水放到冰箱里面 可以去除冰箱的异味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不用每天来进行清理 真的是太麻烦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做好的八角白醋水放到冰箱里面 这样我们就不用每天对冰箱进行清理了 这是因为八角含有挥发油 可以很好地释放其中的香气 而我们的白醋又含有醋酸 这两种东西放在一起可以有效地去除异味 方法简单 而且效果也特别棒哦 赶快回家试试吧 第二个小喵用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厨房里面 还能够有效地吸附一些油烟味 是不是很神奇呢 而且像平时家里面的餐桌上的盛菜 如果一时大意没盖好 就特别容易招惹蚊虫苍蝇 尤其是现在的天气正在慢慢地回暖 这个问题可以引起重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餐桌上放上一碗白醋 八角 这样可以有效地去赶苍蝇和蚊虫 剩菜也得到了保护 吃起来也就更健康 更安心了 第三个小喵用 天气正在慢慢地回暖 慢慢地热起来 蚊虫也渐渐地出来活动了 如果有不想用蚊香的朋友们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我们自制的白醋 泡八角放在窗台边 让其发挥它的作用 我们这时只需要把白醋八角 放在窗口比较通风的地方 就是平时能够进入苍蝇和蚊子的地方 像我这个窗户有纱窗还好 如果纱窗比较大一点的 或者是纱窗打开的时候 就特别容易将蚊虫招惹进来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把自制的白醋 八角放在这个位置 就可以很好地起到驱除蚊虫的作用 这是因为白醋和八角都带有刺激性的气味 小虫子的嗅觉是十分敏锐的 当它们闻到这个气味的时候 这样它们就不敢再进入房间里面了 如果家里面有小宝宝的朋友 使用起来也就很健康了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平时可以拿来使用的 不会含有浓重的化学药剂 第四个作用 第四个作用很多人都会用到 就是可以防止长虫 像我们家里的晚柜以及衣柜都处于阴暗的环境中 尤其是在受潮之后就会自生出很多小虫子 成为它们繁殖的温床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将我们自制的白醋八角放到里面 或者是使用白醋和八角浸泡过的一些容器放到衣柜 或者是碗柜里面 能够很有效地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 抑制住它们的繁殖 如果是新买回来的衣柜气味比较重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白醋泡八角放进去 可以很有效地去除掉屋子里面的油气味 比如我们一般刚装修好的房子 或者是装好的衣柜 里面都会有一股很浓重的油气味 里面还有很重的甲醛味道 味道十分的刺鼻难闻 而且这种味道对我们的身体也很不利 这个时候我们同样可以用白醋加八角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只需要将白醋加八角放在里面几天 几天之后就会发现里面的油气味 甲醛味变得淡了许多 因为白醋有很好的消毒杀菌的作用 而去异味的作用也很强 而我们八角的气味可以有效地清除甲醛 第五个用处就是我们的下水道 天气渐渐转热之后 我们卫生间的下水道也容易攀爬一些小飞虫 这种小飞虫也叫做鹅鹰 怎么赶也赶不走 每次上卫生间的时候光看起来心里面也非常的不舒服 这个时候也可以在下水道旁边放上一杯八角和白醋 利用八角和白醋散发出来的气味 把那些小飞虫赶走 以后再进卫生间就不会再看到那些小飞虫爬在墙壁上了 心里面自然也舒服了许多 第六个用处就是去除厕所异味 如果提到家里面最容易产生异味的地方 毋庸置疑那肯定是厕所莫属了 有很多朋友为了去除厕所异味 都会在厕所喷洒空气清新剂或者是点卫生箱 其实这两种东西不管是哪一种 用多了对人体都是非常有害的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采取一个更好更有效的办法 用我们自制的白醋和八角来解决 我们可以依照这个方法制作一个小工具 然后将它摆放在厕所里 这样就可以很有效地去除厕所的异味了 因为白醋有很好的消毒杀菌的作用 而八角又具有很好的去蚊虫的效果 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既可以有效地去除异味 而且还具有很好的去蚊效果哦 赶快回家试试吧 以上这些小作用就是八角加白醋的生活小妙用啊 不要以为它们只能用来调味 其实混合在一起 能很轻松地解决我们生活中的小难题呢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那么请用你发财的销售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你还知道哪些关于白醋和八角的小妙用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更多的朋友 让更多的朋友受益 那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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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